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董王的问题 董王在美国时间星期六的晚上 俄亥俄州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群众集会 这是他继上一次是保守党内部集会 这次是公开的集会 吸引了大批的马嘎 据左翼媒体纽约时报说 是一小撮极端的阴谋论者 这个小撮没有一个界定 上次我们说大概是1000人对吧 这一次整整6000人 还有说是围着水泄不通 他是在俄亥俄州不是大都市 你能叫来这么多支持他的人 全在那听他讲一个半小时 整整讲话讲了一个半小时 这说明他的人气是非常高的 但是民主党就是一个东西 在有另一方面报道的叙事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场的这个情况 要跟大家声明啊 你们看到这个画面 糊的像什么上世界20年代 这还是福克斯新闻的现场录像 正儿八经还是美国的大媒体 搞得像什么坐记录的一样 不是我录的清晰度有问题 是他上传的就是这个清晰度 而且福克斯新闻作为美国正儿八经的右翼媒体 还对董王这次的演讲是进行了很大的删结 特别是他的重复什么哎 这次败选都是什么民主党的一谋这段 是进行了大的删结啊 右翼的支持董王的群体呢 是对福克斯非常不满的 那么实际上董王当天高天的图片 我们还要看一下纽约时报这张图片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张图片上我都怀疑说哎呀 怎么一下子好像人年轻了10岁啊 董王英俊字幕并说怎么好像还瘦了 你这是开了美颜绿镜吧 跟福克斯一对比啊 这纽约时报民主党的媒体啊 拍摄技术比较高超 那董王在这场集会呢主要说了五点 第一点就重设我们没败选啊 我董王一直赢到了现在 所谓的赢了第一次大选 我这次也赢了 只不过现在又是情意 没有什么虚假选票 所以这不算啊 其实我赢了 那么1月6号冲国会大厦呢 又赢了一次 这赢了三次啊赢麻了 后面我们还要赢两次 就夺回众议院和夺回参议院 一共要赢五次 底下的民众也跟着一句 哎呀马嘎星川普啊 有意思的是呢 还再三强调 算是正面回应了民主党给他泼了个脏水 说哎 都是他消耗和毁灭了美国的民主 董王之前呢 很多民主党的人认为说 他并不把所谓美国向全世界推行的 普世价值 放在他的政治理念和数学当中 但这一回呢 他是再三强调 哎不是我不是支持民主啊 我才是真正拯救美国支持民主的人 民主党呢根本就不算民主 讲了这句话 有意思的是呢 美国的媒体不管左右 除非是极右或者极左的 董王每一半集会的时候 对董王的各种形成也好发表的态度 都是尽量不报道的 但是他一半集会 哇哗啦啦啦雨后春笋 昨天一天爆出来光 纽约时报专门写了四篇文章 讲董王这个集会是什么样 大家批驳这能是 看下这个报道的叙事风格啊 好 Deminist 啊董王现在的势力是多么的渺小啊 smaller group 但是支持者越来越少 哈哈哈哈 搞得好像拜登很多一样 我们做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啊 这个一就是外网中立的时事频道 刚过了20小时一天不到的时间 看一下赞财比 看一下观看次数 整整2万 怎仅有1780个财 赞财比是10比1 非常可怕 观看人数30多万 因为他不止一个频道在直播嘛 什么频道都去拍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高赞财比底下呢 群众的评论是这样的 最高暂数 福克斯新闻把董王讲啊 他说的一个选举是所谓的 民主党偷窃了选举的成果 这一段音话全部都掐掉 说是什么哎 技术出现了问题 哈哈哈哈 之前他在福克斯讲这个东西 也是直接被掐掉的啊 共和党人呢是非常的愤怒 但是共和党里面也分裂 就有的支持他 有的不支持他嘛 这边民众是点出来了 但有趣的是底下的人啊 这边画出来是because it's a lie 有的人是明显支持共和党 或许对董王持温和的态度 但是不支持他说啊 这个选出来就是选出来嘛 胜者为王败者扣 你输了你就得认 那你不认这不行 他们属于这一排 另外的人呢 说trader啊 妈嘎的叛徒不忠诚 哈哈 另外的民众呢是明显狂热的 妈嘎粉丝啊 董王出来的一个和号 不是说拯救美国吗 Save America 结果上面的大哥说 Save Canada too Please 也拯救一下加拿大吧 哈哈哈哈 特勒多震怒 最近不是又巴出他那个 特别是加拿大的学校啊 又玩出来之前原住民孩子的尸体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反响 非常的恶劣 一大堆的这个社科学者 有的是假目假意 有的是真剧作的 书面的调查报告也好 口头 Podcast 广播形式也好 电影 纪录片又开始拍了 到处呢又书乱七八糟 牌子之类 前两天那个美国还有啊 给乔治弗洛伊德 他专门树立一个塑像 这说白了 这个树这个塑像本身呢 很多人是反对了 就他是一个重刑犯 他之前是持枪抢劫 而且尹君子 你这写不掉吧 所以一系列种族问题呢 这个事情是没完了 加拿大老哥呢 在这个文章表现的 是明显对特鲁多政府 是非常的失望 底下来说啊 虽然我不是美国人 但我认为 董王他不是美国最大的希望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希望 他应该竞选地球球长 所以说呢 群众对于董王的支持 呼声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虽然说非常多人是不太支持他 阴谋论说什么 哎呀这个选举我其实赢了 是不是民主党偷了 但依然选择支持他 这非常明确的说明一点 就像因为之前 有人对董王的市政极其不满 所以才投拜登 他们根本就不认同拜登 只不过我更不认同董王 一样 也有非常多的选民 更不认同拜登 现在偷董王了 那么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个移民政策 等下我们再讲 明显发现 网民这边都是非常挺董王的 我这边重申一句 我这边截取的都是最高赛 我不是按照什么 特定的方式去筛选 我觉得有趣的 就是上面是最高的 然后是其次高的 就是这么截图下来的 我们看一下拜登这边 这个是拜登上星期 在瑞士日电网和普京 俄罗斯蒙普京 拜普会之后 CNN频道放出来 之前董王那个频道 我们选的是中立小频道 这个是CNN CNN看他长篇大论讲 这个视频只有30分钟 董王那个机会整整两个小时 30分钟的视频 只有10万不到的人看 暂财比看一下 粗略估计是4比3 群众评论呢 我本来没有想说到这个 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说这个话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个人完全不适合当一个领袖 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领袖 而且我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些什么东西 底下还有老哥说呢 听这个人讲10分钟话 我宁愿回去上一节数学课 非常明显作为一个领袖 美国公众 起码在媒体上面是不赞成拜登的 更多的拥护董王 而且更多的关注董王 直观的对比 上面是这个中立小频道 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只有10万人 比我的频道还少 他董王这个集会的视频是30几万 底下是CNN的频道拜登跟普京会晤 只有10万不到的观看 再采比再对比一下 一无两然 所以说当纽约时报不遗余力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 纽约时报说这边是一个diminished 说董王是smaller groups 哎呀弱小无助又可怜的时候 另外的ABC报道的用词是什么 董王这个非常强势的字 底下这个洪狂写的是 Frenzy 马嘎疯狂了 哎呀未知疯狂 有人是连夜开车开到那边 提前一天已经露营露在那了 水都没喝一口 就是为了见他一面啊 疯狂追星一个政治人物 到指挥心疼 嘎嘎 到这种一个程度 董王这个固分能力 应当还是比较强的 考虑到共和党现在还在分裂 还没有明确说我们就准备 挺董王作为之后啊 我们说远一点2024 说近一点2022 他们准备了所谓的夺回众院 还有参院的话 董王在没有党团支持这情况下 如此多的忠心的妈感支持他 对于不单单是共和党 从反面的角度上来看 如临大敌民主党的媒体 可想而知 董王在政坛的号召里啊 群众的支持 依然是有庞大的根基的 那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他本次把这个集会选在俄亥俄州 是因为当地的众议员啊 要找一个选举了 原来这个众议员呢 也是共和党人 那共和党人是一个橄榄球明星 体育明星啊 共和党很多这个众议员参议员之前都是 比方说有一个著名的众议员呢 他是眼睛下了一只啊 他是从军 结果受伤 眼睛下了一只战争英雄 那么有呢是橄榄球明星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看美国大拼 经常会有那些战争英雄 橄榄球宝贝 他们的形象 民主党这些众议员呢 特别是最近为了要宣传自己多么支持 性少数群体 更多的性少数群体啊 就是我们俗称的谍buff 加入了他们这个众议员 参议员还有内阁成员的行列啊 拜登为了显示自己多元化嘛 那么这样一个对比呢 是让董王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一个 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非常好掐住民主党七寸的地方 就是打他这个移民问题 你不是要多元化吗 你不是让哎呀 我们为了全世界嘛 董王说我就是要美国放在第一位 民主党是要把美国放在最后 他到底是不是最后 我们不去说 但是民主党政策呢 相较于美国优先来说 他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极端上 去说服甚至自己的选民 这样当初苏利文和布林肯 在安克里斯和我国的王外长 杨伟源见面的时候就讲 哎呀 我们一定还是美国优先的 他们这个话其实就重复了 而且董王已经把这个话说死了 假如你跟他说的是一样的话 你只能落入他的趋势中 等于是帮他添柴点火 这一点董王抓的非常聪明的 那么对于移民问题了 董王在去俄和俄州之前 已经做好铺垫说 他要去边境巡视一下 用的是这个词巡视 你一个前总统去怎么叫巡视呢 你只能要参观 但是用此词还是巡视 为了迎合非常多 极有意说 他还是他们的总统 不承认拜登是美国总统 现在差不多还有64% 我看这个CNBC的民调 64%的共和党人不承认拜登是他们的总统 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 34%是承认的 20%不确定 那么他就所谓的巡视一下 一下子就把白宫 哈里斯和拜登全都调动了 拜登特别指派哈里斯 提前一天火速夹击飞往边境 去视察 名字叫视察 实际上是安抚那边的官员 不要给董王过就是给他太多的声量 因为的的确确本次美国在南部入境的时候 我们之前谈过有个叫印度新冠难民问题 还有所谓叫投奔问题 七大姑八大姨 你到底是孩子入境 父母能不能投奔 还是孩子能够互相投奔 那么董王之前推行的一个政策叫做 Stay in Mexico 留在墨西哥 这个政策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你本来难民进入美国之后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居留设施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AP讲的 像养鸡场一样一塌糊涂人权侵犯设施里面 那么现在把他们赶出美国的国门 把他们全都赶到墨西哥去 你在墨西哥国土境内的非法移民 跟我美国没关系了吧 那么你如果要谴责什么人权侵犯什么东西 那你谴责墨西哥去 有人谴责墨西哥 你看英国BBC什么时候谴责墨西哥侵犯人权 没有的事 这个难民如果在墨西哥的土地上被侵犯人权 BBC那是不会写文章 他只要一只脚踏入美国 哎呀美国侵犯人权 那这个网站就写出来 非常的双标了 所以说董王这种旗 推卸责任 打之非常妙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 墨西哥这个难民安全局势 他这个到底是不是人权非常的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美国南部这些国家 前两天哥伦比亚总统 非常有意思 我在UNDP的时候 还跟他一起开过会 他做直升机被人袭击了 还多次袭击 一般航行中被多次袭击 并无大碍 所以说安全局势是非常非常动荡的 那个地方什么 毒销 毒贩 海内海外的 大家懂吗 所以说董王之前把他们赶到墨西哥边境 这些人在边境住下来 能够活下来的人 现在拜登哈里斯一下把这个边境开了 是不是乌央央央全部要回来了 所以哈里斯和拜登这回啊 赶紧就重新带了钱 然后亲了这个援助协议 去威德玛拉 红德拉斯 塞尔瓦多 这些面剑这或者虚拟剑 这领导人说我愿意援助你们 哎一模一样就跟我之前跟各位讲了 是被动的援助 不是说我真的想援助你发展 华人游泡写的非常的虚伪 是让你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多的信心 哈哈哈哈 他用的这个叙事不是我阻止你们来美国 而是我要和让你们来美国的你们国内的势力 想斗争 难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是有人拿枪压着他们去美国的吗 其实并没有 对吧 但是呢 明显哈里斯也好 拜登也好 是不想父辈受敌 因为如果他说你们就别来 那么美国的左派圣母的 你怎么能让难民别来呢 他们又没有来的权利 他们这么苦 哎呀 小孩子强盛扔下来 能活起来不错了 你们也没有人权 所以取用这个叙事呢 非常的有意思 是说我们没不让他们来 只是我们要去找让他们来的势力 跟他们battle 但有没有这个势力 谁都知道是没有 所以说呢 更多的是美国纳税人 花钱说 我把钱给你 我援助你 求求你别来了 那么这个如果从美国种族资本主义 国内的监狱的安全化 这个来解释的话 这监狱也如何着纳税人付钱 剥夺美国国内 所谓不被需要的低端劳动力 可以被解释的话 你不要非法移民 属不属于一种监狱的安全化呢 也属于 之后我们可以做节目专门讲这个 太有意思了 所以说呢 董王抓到这个机会 大打特打 拜登跟哈里斯 因为他们批了新的这个国会预算 1.9万亿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国对抗这个刺激基金 一共才给了4万亿人民币啊 所以说对比一下 各位可以发现啊 这什么东西最花钱 还是国内比较花钱 美国在这方面呢 军事上面叫做 把一切动荡全部都放在国外 这个思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上 的确是对的 在内维稳花费 依然是要远大于再万乱七八糟搞得花费 那这个问题到最后呢 我自己曾经非常好奇说能不能不管他们呢 毕竟难民陈兵边境嘛 在美墨边境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怎么就是之前 没听怎么爆出来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哎 问题就在于啊 英国偷屋之后啊 英国的媒体是要想方设法 看看啊 属属英国那些破事 也就是女王家里那点事啊 什么什么王妃王子啊 什么脱离关系 就是啊 恰饭啊 说欧了 又是什么新冠疫情一大糊涂 一定要往外找补 那么找不找补呢 就看到美国这个难民问题 对吧 今天拜登哈里斯 如果不去管南部边境的问题 明天BBC的记者 闻着味着就要来了啊 六个移民儿童 是如何死在了美国的国境线上 到底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美国的民主怎么了 美国还能叫一个民主国家嘛 又要开始问了 所以说面对 BBC这样的捅刀子 美国媒体防不胜防 孩子是极端的政治正确 起码表面上 美国的无论是左还是右 都要把孩子放在极端 政治正确上 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 我国讲明朝的一个电视剧里 讲一个概念叫做上秤 就是假如这个孩子原住民 比方说像加拿大那个问题 死了这么多原住民儿童 本来加拿大政府是装死 挖出来本身 或许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挖出来之后被人暴倒了 才重要 美墨边境 2019年 由于美国执法人员的鲁莽执法 死亡人数在270人左右 也包括儿童 基本上无人问津 但是为什么现在 董王一句话就能驱使现在美国总统 副总统 全部被他调动 赶紧去边境 赶紧要粉饰一番 否则理应外合的是 只要有孩子在美墨边境倒下 明天估计 纽约时报都得上头版 这个秤就一直这么写着了 在这个方面上 拜登政府现在给的政策 是反对 董王之前提出的说 Return to Mexico 待在墨西哥境内的 但是现在没有拿出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真按照他们所说的 哎呀 希望这些难民的家庭能团聚的话 那么七大国八大一路问题 就没有办法避免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 欧洲圣母国也是非常双标的 在批驳美国所谓没有民主 什么孩子导在美墨边境线上的时候 德国同时选择的是 几乎一样的政策 把难民分流到奥地利去 但是同样的 因为没有人去关注他 谁又知道 在这边不可以这么说 你如果将来不会 Tucano 你会后来不可以 我们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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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